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妹们想就是看我近期的包包里有什么 因为现在夏天了嘛 我之前分享的包包里有什么都是冬天的一些东西 然后夏天我就换了包包 但是里面东西其实都差不多 然后我就跟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吧 首先是我在区人市买了几样东西吧 其实我昨天买的东西不是很多 因为主要就是去产检 然后顺便逛了一下街 首先是区人市的这个就是收纳的小瓶子 它有一个这种装乳液的 还有这种小喷瓶 还有两个就是可以装一些水啊 精华啊之类的两个小瓶子 这上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小瓜棒 还有一个这个可以让你吸取那个水 然后灌到这个瓶子里的小工具 我觉得挺实用的 之前其实我有买过这一套东西 然后这个瓶子被我有一次特别大力挤 然后它就坏掉了 然后我这个喷瓶也不知道被我弄到哪儿去了 然后就去人市又入了一套这个 还挺实用的这个 这个我印象中好像是16块钱吧 还挺我觉得还挺划算的这个 然后是一个必柔的卸妆乳 这个卸妆乳很好用很温和 我之前有用过一个 然后那个用完了 这个是第二瓶了 特别好用的一个卸妆乳 然后它卸的也特别干净 然后哎呀总说 然后嗯就是你 它可以卸淡妆 我因为我平时也不化浓妆嘛 一般我化的妆 什么粉底防晒的之类的 它都能卸得掉 我觉得很好用的一个卸妆乳 之后就是这一大瓶的 李斯德林的那个漱口水 因为我最近牙齿又有点发炎了 然后我之前用那个ORA的那个漱口水 太温和了 它完全就是没有消炎的作用 如果想消炎 牙齿消炎的话 还是用这个牌子比较好用 它一般我用个一周左右 就不到一周 基本牙就不痛了 然后我挺推荐这个 李斯德林的那个漱口水 你如果不想要太强劲的那个薄荷味的话 就要买这种橘子味的呀 绿茶味的什么的 如果买那种太 就是纯正的薄荷味 你会 我觉得会受不了 就特别冲的那种 喝进嘴里 整个整个人都要疯掉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橘子味的还会相对来说舒缓一点 就是这个 确认是就这几样 然后 我在CNA 其实我比较喜欢 就是衣服方面 我比较喜欢逛H&M 还有ZARA 还有CNA 就是这类似的这一些那个品牌的店吧 然后昨天我也有逛H&M 还有 还有ZARA 但是我没有太喜欢的样子 因为我现在怀孕了嘛 然后肚子很大 然后就是很多衣服我都穿不了 我只能买那种肥肥大大的衣服 然后昨天我就逛了CNA 其实我不太想买衣服的 然后就是我如果生完了的话就穿不了了 嗯 就是但是我看到像喜欢的 我又又忍不住入了手 就是这两件 一个是一条裤子吧 我好像头一次分享衣服的东西吧 一条裤子 这边 它是这个腰是松紧的 然后可以 嗯 就是可以调节嘛 然后这个前面还有袋 下面这个裤腿也是收腿的这种 然后它这个料子特别凉快 特别舒服的料子 就是这种花的长裤子 然后 嗯 还挺好 我穿 我试穿了一下还挺好看的 我这个是 我现在 嗯 所有的衣服我都要买172的大马了 我之前都穿165的 165的 好 然后这个是 169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它家衣服都不是很贵 就是一条裤子 这个是正价的 没有打折的 它 嗯 现在好多专卖店都在打折 其实 如果合适的话 还 就是你乡中的话 还挺划算的 之后是一条裙子 这个是打折的裙子 嗯 原价 我这个商标已经拆了 因为我已经穿了 嗯 原价是99 我是 这个是49买的 我这也是170的 因为我试了165的 我觉得有点瘦 我穿 我过一阵就穿不了了 就是一个这种裙子 然后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裙子 我穿上还挺好看的 然后 挺显肤色的 之后就是 显得 肚子也没那么臃肿 我觉得还 而且这个料特别舒服 是纯绵的那种 有点类似于 嗯 那个那个材质 那个材质叫什么 莫代尔 就是那种 那个材质的 特别舒服的材质 然后 之后是去了 无印良品 嗯 无印良品 我买了 一个眼罩 嗯 这个眼罩 其实它家有两款 一个是90多块钱吧 这个是60块钱 我觉得一个眼罩 90多块钱有点贵 60我都觉得有点贵 然后但是我特别需要一个眼罩 我家里面那个眼罩 特别不舒服 然后我就去无印良品 买了一个 就是它是普通的一个 挺普通的一个眼罩 然后这边是 带一个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绳 那个也不会特别勒 因为我睡觉 如果有光的话 我就会睡不着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 遮光性也不错 然后它还有个小袋子 可以 你如果出去玩呢 可以装在这个小袋子里 还不错 然后之后是一个木浴球 这个木浴球 它家有大款的 一个小款的 我觉得大款的 就跟正常木浴球 没什么分别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小款的 这小款的 我昨天也用了一下 打在身上 也特别舒服 然后也就是每个细节都可以 就是涂得很 很周全吧 然后选小的特别可爱 我就买了一个小的 之后 哦对 还有 我在鱿鱼库家买了一个内衣 我觉得内衣分享有点 就是挺尴尬的 就随便说一下吧 就是这个 一款内衣 它这个内衣 材质特别特别柔软 特别舒服 因为我现在运气嘛 然后就需要这种 特别柔软舒服的内衣 而且它是没有刚脱的那一种 特别舒服 但是它这个是 就像运动内衣一样 就套进去的 后面没有袋的那一种 我有试穿过 挺舒服的 我就买了 而且是粉粉嫩嫩的 颜色不错 大概我买的东西就是这些 但我昨天也买了一款新的包包 然后正好今天我要录包包的视频 我就来跟大家说这个包吧 就是这个包包 就是特别小的一个包吧 平时那个出去也挺方便的 然后它可以这样手拎 然后也有这个袋 这种金属的袋 它这个金属的链子特别 就是质量特别好吧 哎呦 然后它就是可以拿下来的这一种质量特别好 然后里面它是橙色的 外面是霉红色的 我觉得这两个搭配在一起 特别夏天的感觉 它就是这 我估计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我给大家拿那个袋子 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包它那个logo太太太小了 然后就给大家看不见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袋子吧 就这牌子 就是这个牌子 它家包样子都特别好看 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用吧 然后价格也不是很贵 我这个是400多吧 将近500块钱 具体价格我不太记得了 它家大概价位都是这些 然后现在还有全场 不是全场 就是部分商品五折的活动 但是我这个是新款 然后就没有活动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样子嘛 然后就买了 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里面都有什么吧 它就是这有一个扣 就是吸铁的这一种 里面打开就是这一种两层的 因为它包包特别小 然后我就没有带化妆包 大概就把唇膏啊 护肃霜什么就放在这里面了 然后它是有配 在这个小袋子里面 是有配一个卡包 其实也不是卡包 就是特别小的一个 放卡的一个小夹子吧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里面还有它的logo 我就是把我常用的几个卡 放在里面 然后中间放了一点钱 因为这个包包很小 然后我就没有带钱包 然后就出门 然后买什么东西 就拿这个就可以了 之后是钥匙 这个之前跟大家说过吧 我一直用的就是这个钥匙包 因为它可以把钥匙 放在里面 不会滑到手机啊之类的 之后就是纸巾啦 然后还有一个小药盒 就是我运气有失的维生素 还有DHA之类的 之后就是手机 手机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然后是一个喷雾 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夏天女生一定要在包包里 背一个喷雾 因为那个你可以随时补水 然后你补妆之前也可以喷一下 可以然后再吸一下 就可以去除油腻嘛 我这个里面灌的是玫瑰唇露 你你灌随便灌什么都可以 只要是清爽的水就可以了 然后是一个糖 这个就是我在宣誓买的一个 这个牌子的糖 是芒果味道的 它打开来就是这样的 特别小一粒 我一般一次都吃两粒 一般办法还可以接受这个糖 之后是驾照吧 这驾照我就不用说了吧 就开车必备的 如果不带着警察叔叔会找你麻烦的 然后是一个这个 这个之前也在我包包视频里出现过 就是它就是专门装耳机的一个小包 我就把耳机放在这里面 然后是湿纸巾 就是这个特别小 轻松小熊的那个 它有蓝色有粉色的一包 然后是在宣誓买的 听我就看中它挺小挺可爱的 然后它是里面有带香香的味道的 之后就是这个 因为我有戴眼镜嘛 然后就要用到眼镜布 之后就是护卤双唇膏 一些长的东西啊 一个小镜子 就是特别薄的一个小镜子 护手霜是那个 这叫什么牌子啊 反正就是小妮妮推荐那个牌子 我忘记叫什么了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挺适合夏天用的 挺清爽的 我这个是可可甜橙味的吧 好像是 反正是抹出来是橘子味道的 我觉得挺适合夏天的 小小一只 放在包里也不错 挺好用的 我推荐大家可以试一下 之后就是唇膏 这个是Fresh家的那个唇膏 这是什么色号 就是Rose吗 好像是 它就是特别淡的一个唇膏 你看它食物颜色特别深 但其实涂在嘴上 没有什么颜色 你看我这样反复来回 好多次 它就这种淡淡的颜色 何况涂到嘴上根本就 它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润唇膏 特别润 因为我怀孕之后一直都用这个牌子护唇膏 然后是一个眼药水 它就是自自自 这跟大家说过了吧 自己佩戴的一个小袋子 因为我有时候眼睛会特别干涩 然后就用一下这个 然后就是两个创可贴 我平时脚跟有磨到啊什么的 就是贴一下 之后就是一个弄指甲的 这面是一个磨指甲的 然后这面是一个就是去死皮的 我觉得这小工具还挺好用的 然后大家不要问我在哪里买的 我很久之前在网上买的 而且它家也下架了也没有了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应该可以搜得到吧 然后之后包包里就没有了 然后这个小袋子里面 我放了我的身份证 因为平时偶尔会用到身份证嘛 就是这个 就是然后就空了 夏天我的包包就是这些 主要带一些我平时常备的一些东西吧 就平时应该每天都会用得到的 其实有的时候 我背大包包里面装好多东西 好多东西我都是用不到的 这些东西我是每天一定会用得到的 然后就装这个小包包里 我特别喜欢这个包包 然后这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 好了 这期视频我大概都把想说的都说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给我留言 我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 拜拜